PTT爆料的網友 但不會去跟網友計較 他說張女還算是民事裡的人 不圖民分跟錢財 你一個女生跑去跟 有富之夫在一起這麼多年 還叫做民事裡的人 這種PTT這種爛文章 就算了 你看前子今天最新的交集是 張花冠要去接華善 華善是什麼 董事長 他2018就卸任嘉義縣長 為什麼蔡總統都沒有安排他 2018是6年前的事情 對不對 現在蔡總統沒有安排 現在都安排 人人有觀坐 人人有恭敛 然後葉菊蘭去 因為葉菊蘭本來在華善 葉菊蘭去接元山 李菊去台演 這幾個都是民進黨的大咖 都比賴清德在政壇 打滾的時間久 而且他們都不是新潮流的 可是賴清德都分會只給他們 所以你說像這種事情 你說這政治這有公平 你看這 錢子這社會有公平 你為什麼去抱別人的小孩 你自己有小孩去抱別人的小孩 你有什麼毛病嗎 王碧勝 蔡總統還振勳給他 蔡總統 蔡總統他去破人的小孩 你還給他振勳 對不對 可是觀眾朋友 婚外勤之後的結果是什麼 你看一個辦公室 簽子 你去幫我找一間辦公室 我就坐這裡看 看這什麼氣味 在王碧勝有醜聞之後 升官 政勳 然後離開公職還有好的工作 這個不是一樣嗎 這謝龍介他們朋友 對不對 這不是你們台南的立委嗎 同進同出 都有門禁卡 鑽車接送 對不對 還收賞上立法院還在被記者跟派 立法院外面在車這樣收賞 這樣有事沒事 所以我要幫李孟宴 為什麼李孟宴要下台 李孟宴等著政勳 你在航班 對不對 剛剛謝龍介比較保留說 我跟你講那個照片 你看那照片沒什麼對不對 有更香辣的沒有拿出來 我騙這幾張裡 我們在床上拍這一張 下面我們拍什麼 你會不知道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民進黨這些桃花 我就講王畢生跟王定宇就好了 他們兩個都沒事 為什麼李孟宴要下台 我不太懂 趕快 賴總統趕快衛留 你從台南這樣一路帶上來的 就繼續讓他幹 對不對 李孟宴應該講說沒什麼 那其他王定宇還什麼 什麼什麼台南市長 什麼聲量第一名什麼的 觀眾朋友你覺得選民在乎這些東西嗎 老百姓在乎嗎 分租給王定宇那個 還選上台北市議員 表示什麼 表示選民也不在乎 你跟王定宇做同情 你鑽車跟他接送 送早餐 沒事了 對不對 所以錢子你說拍這個有什麼 當然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民進黨 我們政壇 我們老百姓 對政治人物要求的標準 是很低的 觀眾朋友不要 我們是聖人 我們是 不要來這一套了 對不對 演藝圈有多少人吸毒 小三 酒駕 觀眾朋友你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 你還不是一樣打開電視 看他笑蜜蜜 你自己水準也不夠 你不要要求別人 我們也不要說別人 我們說自己 對不對 你說政治人物 你說宋楚瑜當年新票案的醜聞 不夠大嗎 龍介兄也經歷過 黃偉漢也經歷過 我們那時候看宋楚瑜的新票案 還不是一對人投票給他 不要假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柯文哲不見得有事 大家不用高興的太早 沒有這個記者會 也是非常無奈的把他看了一下 當然那就是開給你看 所以剛剛前著講說 到底黃珊珊跟陳志涵 拿什麼東西出來 我也沒看到 然後在柯文他家門口 有文哲休息站 禮拜六早上出來 這麼多媒體訪問他 禮拜天一樣這麼多媒體 柯文哲都感冒了 什麼都病 可是人家六日都停休 這個新聞的熱度要hold在那裡 然後你四叉貓質疑什麼 游淑慧質疑什麼 柯文哲就一一回應 所以這個新聞的熱度 要把它hold在那裡 這個不能停 所以前著你剛剛講說 那個民調 說民眾黨的感情溫度 什麼心低 這個流失了這個將近300萬人 那就300萬人 同一個民調說 這個支持度跌到13.8 還沒倒 那你又說他 這個流失300萬人 一下子又說他還沒有倒 那到底是怎麼樣 我就不曉得 同一個民調要怎麼解釋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是這樣子 對柯文哲會有影響的 是這個案子 金華城這個案子 柯文哲當然很自信 要傳趕快傳 我不曉得我的副市長 為什麼被限制出境 柯文哲他一定要壯膽 就算即便柯文哲 也跟著彭政生的腳步 也被台北地點署傳訓了 他很有可能也被限制出境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我要講什麼 就是告訴大家 剛剛兩位前輩講的 我就是要黃珊珊散後 你是不高興 你不高興可以不要投我 吳秉隊不是教你嗎 對不對 你對一力一休不滿 你可以不要投民進黨 你對柯文哲不滿 那你就不要再投民進黨就好了 會留下來的就是會留下來 市長的就是市長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你覺得柯文哲的處理不好 你覺得陳佩琪這個 什麼他兒子什麼任投公司 改來改去一下子什麼 他幫兒子出錢 什麼柯文哲說父母幫兒子 開公司也很正常 陳佩琪有改口了 這個錢是我兒子自己出的 他要改口你是任職 你要怎麼樣 所以前子我剛剛上一段 就告訴大家說 台灣的選民 很抱歉 我罵大家 我也罵我自己 那個對政治人物 對公眾人物的那個要求 跟那個標準是很低的 還是會有小草原諒 所以現在國民黨 我很抱歉 隆基兄 國民黨什麼 國民黨打黃三三 國民黨沒有在打柯文哲 你發現嗎 國民黨內罵罵罵 罵柯文哲比較兄弟 就是游淑惠 鍾小平什麼的 黨內的壓力也來 你不比較小力 自己的 他們還在期待 應該林陶今天罵誰 林陶也是罵黃三三 所以國民黨的這個惰性是什麼 我國民黨什麼都不要改 我就等柯文哲 我現在保護柯文哲 然後柯文哲在2026跟2028 跟我們藍白河 我們就要把民進黨拉下來了 國民黨這半年幹了什麼 國民黨從總統立委 拜選之後搞了什麼 什麼都沒搞 我是對於郎跟那些不好意思 就是說國民黨就是等著 被收割這個事情而已 大家不要對國民黨有什麼期待 支持民眾黨的朋友 因為前子我覺得這個民調 還要再滾動式的看一下 柯文哲沒有離開台灣政壇 2026跟2028 即便你不喜歡他 他還是會出現在選票上面 前子這個潛攤到底是什麼意思 前子你再問一下那個什麼 呂建長他們好不好 或是那個黃建長 那個我也搞不清楚 這個因為我們的國防部 是會說謊的 從以前的邱國正 到現在的顧立雄 國防部說謊不是新聞 所以到底大陸的傳 因為大陸的那個央視會去看了 他們影片一分多 對啊 就前子講的沒錯 有拍到這個長榮的貨輪 我也不曉得他到底開去哪裡 你是不是跑到我們的 臨海臨空 然後我們的國防部騙我們 那我們就要求東部戰區 你真的跑過來講 假鬼假怪到底是在做什麼 我們這個海委會跟海巡署 第一時間我們說什麼 說人家陸船自行翻覆 後來才改口說有碰撞 人家大陸的漁民回去說什麼 他大陸漁民回去說 他們的船是被我們撞翻的 那我請問大家 結果人家這樣子講 我們海巡署給人家不起訴 我們去給人家撞 這個至少是過失致死 你去把人家船撞翻了 為什麼不起訴 我請問大家國台辦講什麼 不能接受 我就問國台辦你不能接受 那你的作為是什麼 我為什麼對剛剛農介兄講的 我非常的不能理解 賴清德上台三個月了 然後國民黨的立委 希望兩岸能夠更好 我一定要投賴清德 我要追隨黃偉漢互不隸屬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我要follow黃偉漢 黃偉漢以後開始我叫你學長 我跟著你的屁股後面走 國民黨都這樣 我沒有叫你國民黨扯後腿 可是我不懂的是 賴清德他身為台獨今孫 你還希望兩岸會更好 那我就唱明天會更好 我跟你講